我先不知道 你先坐那邊 我坐那邊 坐那邊 坐那邊 我看你坐這間 我還有一個秘密 對,那些不好 走你們 利用這個來給你看的機會 我現在有 有給我們 心情好的由 手持的 兩個月,這幅度就太貼了 非常貴,但是憲不負負負責 我會幫你申請攏就好 負責很麻煩 負責比較簡單,你用自己 你負責吃,好不好 好 請幫我收開,收收收聽 所以我都可以做到 所以我都可以做到 這樣有看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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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看到你無作用 你會看到你無作用 有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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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了 好,接受來的治療,這次我也會開 你要好好吃喔 好,拜拜 這次遠距的一個吸乾的治療 是透過衛生局與醫院來合作 幫助偏遠的一個偏鄉地區 讓這些沒有辦法接受吸乾治療的民眾 能獲得完整的一個吸乾治療 那這個遠距是利用視訊的一個串聯 把各個從醫生的一個看診 給醫藥、衛教、利用這個視訊 把這整個醫療的這個動作完成 讓患者能在偏遠的地方就近、就地 能接受吸乾的一個治療 讓我們台灣在這個吸乾治療的最後一里路 能完成,讓台灣變成一個無錫國度 很高興衛生福利部三萬醫院的吸乾治療團隊 到我們方位衛生所來辦這個遠距醫療 方位衛生所一直以來都是醫療平原地區 我們鄉內就只有三、四家的基層診所 所以我們方位衛生又是吸乾盛情區域 所以鄉民醫治人沒辦法有好的吸乾治療的資源 很感謝今天張華醫院能夠團隊這麼多人 包括我們醫師、鑰師、護理師、各管師 大家一起來這邊 協助我們提升我們方位衛生的吸乾治療的水準 讓我們民眾能夠在這邊得到在地的治療 希望藉由這樣的模式這樣持續下去 然後我們地方上這些 比較難以觸及的這些天遠的地區 能夠提升治療的水準 你沒有想要收到美女才來收 這樣不行 我們就交的時間來做 對啊 所以我也建議你 我們一條選擇中島進展 好嗎 好嗎 你有時候做生意嗎 好嗎 好嗎 所以你幾點三點幾點幾點幾點出門 也沒點 對 所以你覺得做一個時間點 你的過程 我代費了 沒有我們算再去八點好嗎 兩點好 四點好嗎 你們說十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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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年輕人去 去外面看店子煮時 才會感染就多了 你怎麼知道 對啊 對啊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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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八點 二十八點 我都在關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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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說人家關火車 那種 對 對 本來你還可以 對 本來還可以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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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